我们的基础卡片视图实现之后呢 再实现两种其他的卡片视图 看一下 我们实现一种一个多图的一显示 然后呢 我们再实现一个大图的一种显示 那么多图呢 我们的Title是在上面的 上面有个Title 然后中间呢 是我们的图片 下面呢 是我们的一个Label 和我们的一个浏览人数 那我们大图模式呢 是我们最上面有一张图片 然后Title呢 在中间 那同样的呢 下面是我们的一个Label 和我们的一个浏览人数 首先我们先去实现一个多图的模式 怎么去做呢 把我们的一个基础卡片 来复制一个下来 到这里 复制一份 然后把这个内容呢 先给它注释掉 然后把它折叠起来 在这里啊 去复制一个叫多图模式 多图模式我们怎么做呢 多图呢 这个图片我们给它剪辑 把它放到Title下面 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里之后呢 这是一个多图嘛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去给它 实现一个 多个图片的循环 循环一下 item in 循环三次 给它一个K 就等于item 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个类名 叫list card 然后双下滑线 item 这样呢 就去实现了多图的一个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 效果大概出来了 但是图片呢 是没有显示的 我们来看一下 图片我们是没有给它任何样式的 所以在这里压缩到一起 它是没有高度的 所以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图片 所以呢 我们要单独的去处理一下 我们多图模式的一个样式 在list card后面 给它一个类名 叫mode-column 写下它的样式 在什么位置写呢 首先我们是在我们的一个list card 找到它最下面 在这个位置 写一个负元素 负元素下面 跟它同级的 mode-column的一个类 然后我们把上面先给它折叠一下 暂时用不到嘛 所以我们给它折叠一下 然后在这里呢 去实现多图的一个样式 首先呢 list content 让它的宽度呢 是一个百分之百 同时呢 之前的content 我们会给它一个 padding left 需要把它的 padding left 给它改成零 然后它的下面呢 list card image 这里丢了一个card list card content 和我们的list card image image呢 需要给它一个display flex 给它一个marking top marking top给它一个10px 然后我们需要让它的宽度呢 是百分之百 给它一个70的高度 然后图片的外层决定之后 去写图片里面的一个样式 list card 它的双下滑线atom 让我们的图片有一个margin left 给它一个10px 然后呢 让它的宽度是一个百分之百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圆角吧 圆角我们body radius 给它一个5px 之后呢 让它hourflow 是一个header 然后在这里 给它的image宽高 我们都给它指定一个百分之百 来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样呢 效果几乎就出来了 但是我们看我们的图片啊 图片左边这里有一个left 我们需要把它给清空 我们需要把第一个item的一个margin left 给它写成0 我们就用负元素 然后冒号forstchildren 第一个元素 它的margin left是0 这样的话 图片就正常了 但是看我们的图片跟下边啊 简压到一起了 所以说我们最下面呢 需要给它一个list card content 下滑线 des 给它一个margin top 10px 保存一下 看一下我们现在是没有生效的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类 类回到这里 看到少了一个杠 加回来 然后看一下样式 整体都乱了 那就说明我们之前复制过来的时候 这里应该也是少一个杠 那我们最下面的一个样式 在这里 我们也需要去给它补回来 然后呢 发现还是不对 我们看一下是为什么啊 是因为五层级 我们把它写到了list card image里面了 所以我们把它拿到外面 拿到这个位置 刚才是层级不对 所以导致我们的样式失败 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样式就对了 这就是多图的模式 然后再实现我们的一个大图的模式 就是下面这种模式的 来快速实现一下 我们这个模式呢 跟多图模式就已经很类似了 同样我们去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先把它注视掉 折贴 这里呢也给它折叠起来 复制到这里 然后格式化一下代码 然后这是一个大图 大图模式 大图模式呢 这个图片啊 是应该是在上面 我们就把它放到title的上面 然后我这里呢 就不需要去循环了 因为我们的大图呢 只有一张 我们把它干掉 同时呢 item不要了 我们也去掉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大图的一个布局 因为我们的布局 长得都很像嘛 所以说实现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 这里的mode呢 就叫它一个image 同样的 我们去给modeimage 去添加我们的一个样式 把不需要的 我们先都折叠一下 然后我们的负元素 同级的一个modeimage 然后去给它添我们的样式 首先第一个 先让我们的元素呢 给它一个垂直的一个排列 纵向排列起来 现在就是看到我们的一个基本效果 但是我们的图片还不太对 我们去把我们的图片调整一下 i.list card-image 然后我直接给它一个宽度百分之百 然后呢高度我们给它一个100px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图就正常显示了 其他我们的地方也需要去微调一下 比如说list card-content 需要让它的一个padding-left 是0 然后呢加一个margin-top 我们10px 我们10px 然后呢 list card-ds 内容呢先让它Display-flex 然后去给它一个垂直方向的居中 然后呢我们需要让它margin-top 给它一个10px 保存一下 看一下我们最终的效果 最终的效果呢 tato跟我们的图片呢 还是中间挨到一起了 这里也需要去给它调整一下 那我们其实看一下我们的元素 把我们的一个图片呢 其实给它拿到外面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布局了 我们实现了我们三种一个模式之后呢 我们把它全部显示出来 看一下我最终的一个效果 首先 不同的模式呢 肯定是根据我们的一个props里面 传进来的 对吧 props呢 接收一个mode mode呢 给它一个type type是什么呢 type是一个string 然后给它一个default 我们默认呢 是给它一个base 然后我们来保存 我们去实际上去写一下我们的代码 把我们的注释全部取消掉 首先再看这里 在这里加一个飞钢if 就是我mode 等等于base的时候 那去显示我基础卡片 然后下面呢 vif mode等等于什么呢 image的时候 去显示一个大图的模式 然后中间我们去给它注释解开 v-if 就是mode等等于column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一个多图模式 然后再回到index里面 把我们的一个循环给它干掉 它这里写个mode等于base 复制两个下来 一个是image大图模式和一个column的一个模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可以看到第一个的基础卡片 第二个呢是我们一个大图的卡片 第三个呢是多图的模式 这么写是为了让列表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单调 所以我们用不同的图片的一个模式 去让内容看起来更丰富一些 这就是我们一个内容的布局样式 我们就这样去实现一下 我们来看起来 这个认识IC的评传织